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来发达广场的环节 先介绍我身边的嘉宾 继续是我们研究部的经理陈慧聪 Jason Jason你好 Mamem 你好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大市方面走势 现在升上31点,做22647点 大市成交方面324亿 国企指数升16点,做10739点 其子方面升40点,做22623点 低税是24点,成交方面是55000多张 讲过今日来说 虽然表现是乘幅上落的格局 但见到几个版法来说 炒美比较浓一点 几个版法来说都受到追捧 包括太阳能和风力发电 和Jason演讲话题之前 给大家看看 就是太阳能方面整个版法的最新表现 看见炒美丹克 这一刻做1.78 升超过3% 阳光能源升接近4% 现价是4毫 保利协音乐都升超过2% 做1.88 轻易太阳能8.52 升接近3% 看完就是风力发电股方面 都一个升势 农园电力最新做8.2 升2毫升幅超过2% 大唐新能源1.97 升超过30% 华能新能源2.87 升超过2% 今方科技更加升超过9% 现价是6.38 高速传动4.41 升幅超过5% 先逐个版法和您谈谈 先谈谈太阳能方面 看到整个版法来说 普遍都有一个承讨在 大家是不是都在憧憬 就是利阿强方面 会通过协商解决 就是中国方面一些光伏相反的问题 你又觉得那个成效大不大 会否真的帮到手 今次见到利阿强去访问德国 亦都跟麦克尔方面见面 你见到麦克尔方面 亦都在两国的记者会上面 就承诺了 就说会致力解决 歐盟和中国有关一些光伏产品 征税或者制裁的问题 亦都说到一点 就说确保欧盟 就不会对于中国那些太阳能的产品 会征收一个永久性的关税 当然说就是这么说 但到最后究竟那个裁决会是怎么样 因为始终你看回过去的几个月来说 大家都有一些呼声 特别你说好像欧洲那边 都说希望对内地出口去当地 那些太阳能电池的产品 一些上油方面的原材料 都是征收一个挺高的 所谓反傾销和反补贴税 但如果你说真的一旦展开这个征税 其实就一定对于内地 本身都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产能过剩 那些太阳能的企业 都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冲击在 所以如果你说到最后是谈谈数的 那自不然这些内地方面 有关光伏产品的公司 就会有个比较大的 叫做着数 最起码就有机会 将一些本身做出来的产品 就继续出口去欧洲 但一旦如果你说到最后的争端 仍然是恶化的 甚至如果你说税行真的开征 那我相信对于这个板块 都还是会有个挺大的冲击 所以你说要投资到太阳能 那些股份上 其实那个的赌博性都会挺高 是的 看到这个板块来说 其实手得就着不同的消息 有个炒作在那裡 不拼这个长线 不拼这个反弹 不拼这个反弹 不拼这个消息抽上来 其实都买不买得过 现在这一刻当然不去追追 会不会趁他喉口 可以买点 始终都是那个 双边贸易政策的影响 你说到最后 究竟德国或者欧盟那边 那个取替是怎样呢 是不是说李克强过去谈一谈之后 就能够 令到他之前那几个月 都叫做商讨制裁方案 就完全是会停止了 所以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要买就始终是有个风险在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接近欧盟方面的取贷 或者最终的裁决会是怎样 所以你说买这些股份 纯粹都是以一个投机的性质 坦白说 如果你说基本面方面 始终现在在内地 做一些多精龟 龟片那些公司 其实经营的情况 或者接的订单 都还是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如果你说 未来有什么风吹草荡 有什么差池 这些股份 即是之前升上来 特别是急升那几个 未来都会有一个回吐的风险 所以说买的 纯粹都是薄一个短线 一旦股价不对路 又有很大的沽压 由高位进压下来 都应该要设定止洩位 一个不对路就要走 另外一个板块就是风电方面 我知道有些研究都要问一下你 这个板块就是风吹吹吹 又升一阵 应该怎么看这个板块呢 好像没什么消息的时候 都可以炒一下 这个板块来说 是否真的可以趁低买定 很难说再趁低买了 你看到很多只都已经升到上去 近期的高位 甚至是破了一个52周新高 或者是历史新高 好像之前我都推介过那只2208 就是金峰方面 见到上个星期有少少的调整之后 落到5.5又叫做撑得住 亦都见到上个星期五 急升回上来之后 今天是进一步升了超过一成 那么多 连下6.5都是之前穿过来的 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看回去预测 2013年的PE 其实都接近是30倍的了 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能不能够短期之内 再有一个很大的爆发性的上升 机会就的确是微了少少的 但如果你说以一个 再中线少少的角度去看 我仍然都还是相信 今年去到下半年 整体的风电方面的项目 都会有机会加快審批 还有如果你说以金峰为例 是做一些风机的设备 接下来的单 都还是会有很大的增长 甚至乎如果你说在过去的年多 中央批下了那些的风电项目 其实都有很多是未正式进行的 一个招标的 一旦如果你说本身批了一些项目 现在的风电厂 未来又要做一个招标 以金峰的规模和品牌来说 应该接的单都绝对不小 所以由于市场上有这些憧憬 都令到它的股价 就叫做偷步炒了上来 所以如果你说这个行业 这些东西都仍然是受到一个国策的支持 特别就是说一个输电方面 那个基建设备是越做越好的时候 一定是会令到内地很多一些 比较偏远的风电厂 那个的产能利用率方面都能够提升 过去想面对那些问题 包括要气风限电 或者一些电发出来是没有订去 对这些问题都有机会慢慢舒缓 所以如果你说这个风电的板块 未来的中线都仍然是看好 但是你说短期来说 由于部分这些股份都叫做 升了不少的关系 所以你说这些高位再追 就算你说要买 都不要定一个很进取的目标 不要觉得这些位置 再有机会是连续 这个星期里面又再升成两三成 反而如果你说短炒的 这些位置进入 纯粹上网都可能看回大概5-8% 就应该是要take profit 你说稳定起见 可以等股份 下落到6元以下的时候 才找位再去闹过 今天来说新能源的板块 很多抽升 当中都包括了二元气概念的股份 先和大家都跟进一下 这个板块的最新表现 看到中海游福 现在是升至近2% 现价在16.42% 安东油田做6.72% 升幅超过7% 中斩安税货 现在做9.38% 升超过5% 珠江港本都升超过30% 做3.61% 三东麦露 升至接近2% 现价在2.95% 好了 这期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Jason 最后跟你做个新报 刚刚提及的股份 自己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谢谢Jason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将会换来另一位主持人 和大家跟进 大市方面的趋势 和改变股份的移动表现 我们先休息一会 大家不要走开了 谢谢观看